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大家对一位中年女性出镜 认为默认的状态就是你一定要化妆 必须要化妆 必须要做做头发 要好看 但是我们对男性就没有这个要求 他可能是得洗洗脸 擦一下脸上的忧 他也就是这样了 这工作我都做了 还可以 所以今天我想就用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形式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书 新书的名字叫《力量从哪里来》 答案其实也写在新书的封面上了 叫做《面对每一个不敢》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很多外在的比较光鲜的标签 各种职场呀 孩子呀 做的各种事情 但当我真正的诚实的去回忆自己 这走出校园20多年的历程的时候 其实真正串起来的那条线反而是不敢 各种不敢 但这所有的不敢 其实最后的底层就是一条 就是不敢不完美 不敢不好看 这个好看其实有各种意思 长得好看 更重要的是动作好看 做事情的姿态好看 总觉得不好看这件事情是难以忍受的 那完美就更多了 我觉得每个人 可能都觉得自己不够好 因为觉得完美才是好的 我不完美所以就不好 因为这些障碍导致了我们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和不敢 但是回顾我这些年的历程啊 那一步一步走出来 最终其实就是去面对这一个一个的不敢 因为这些不敢也许看起来天经地义 但你现在里面没法动弹 所以啊 最终我发现 其实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不敢 是不敢不完美 到这时候你也就会发现 其实这种不好看可能才是真正的好看 因为这就是生活和社会的真相 那这种不完美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美 因为真实的才能真正的给人一力量 所以我这本书其实看上去是在写我自己的历程 但我希望这种对底层的困境的这些反思和这一个个的小故事 也能和你产生共鸣 也希望每一个读者朋友都能通过这本书 看到自己 获得自己生命的力量 大家好 我叫靳 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硅谷百家谈的活动 今天晚上我们是主题是呢 叫解读李一诺的神作 力量从哪里来 我们有三场关于李一诺的新书的活动 今天是第一场 下一周 周六呢是第二场 第三场的这个时间还未确定 请添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敬请关注我们的活动时间 现在呢 请大家把您的麦克风调成静音模式 如果还没有调成的话 活动最后我们会留有时间出来 给大家做Q&A的这个环节 现在呢 我想隆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是我们的这个硅谷才子皮皮虾先生 皮皮虾他是美国的药学博士 现在呢是上市公司的评管总监 除此之外呀 他还是知名公众号皮皮虾的作者 到现在他一共创作了三百多片的这个文章 内容呢涉及很广泛 包括教育 硅谷传奇 人文等等 他的这个文风非常的幽默 也很有这个思想深度 大家关注一下虾哥的公众号 我知道有很多大佬和投资人都读他的文章 而且是他的粉丝 那现在就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皮皮虾 虾哥 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李伊诺的新书 《力量从哪里来》 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 大家 你如果注意看到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旁边的这个图像里头呢 有一个竖着的字叫 推起字叫面对每一个不敢 因为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线 就是面对他 他自己生活工作各方面遇到的问题 他是怎么面对这些不敢 如何克服这些不敢 那从这个slide上面的右上角 是我的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 如果想加入我这个微信 看我其他的文章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好 我们现在就先在分享这本书 这本书呢 微信读书的推荐值是92.6 被称作是神作 那我最近是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 那我今天呢 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书的心得 OK 我先讲一下我跟李诺 我跟他personal接触的过程之中 对他的一些印象 那他自己也算是个公众人物了 身上有很多光环 我眷略地说一下 对于有些不知道的读者 我眷略地说一下 那他是当然 首先这个标签是学霸了 他山东实验中学毕业 后来上了清华 然后到美国留学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拿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那另外一个光环呢 就是他是高管 他博士毕业以后呢 被麦肯锡全国 麦肯锡录用 他经过几年的奋斗 最后当上了全球董事合伙人 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位置 这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在他这个做的最风光的时候 他居然辞职了 他去担任了盖茨基金会 中方的首席代表 因此呢 他的收入其实是降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 但是呢 他在自己的判断之中 他觉得这个 去做这个职位的话呢 对社会的影响力更巨大 所以呢 他跟随自己的内心 follow her heart 所以他去做了这个盖茨基金会的 中方首席代表 因此他就海归了 海归了以后 当然就牵扯到了孩子入学的事情 他就发现就是说 中国这个教育 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我们中国过来的人 我们都是知道的啊 那他最后就决定 自己要办一个学校 这就是伊土学校 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现在呢 办的已经好几年了 效果很不错 甚至连这个清华的系主任的孩子 本来是可以上很好的 海电区的很好的公立学校 都放弃了 要额外交钱去上他这个伊土学校 他这个伊土学校呢 最开始的理念呢 其实是从硅谷来的 因为他曾经在硅谷工作的时候呢 把孩子送到硅谷当地的一个 Innovative学校 就是创新学校 他深受启发 所以他在中国呢 就复制了这么一套 就是创新学校的模式 同时呢 他还 同时呢 他还做了这个奴隶社会的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呢 他开始只是坐着玩一玩的 后来呢 就越做越大 因为文章的质量不错 很多文章都是10万加以上 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公众号的粉丝呢 已经超过了上百万 在五周年的时候呢 他们办了一个庆典 就是前2019年 那一个活动非常的盛大 当时是有一百万的读者 现在肯定是超过了 这个公众号呢 他的一个半刊的原则 就是不端不中 有趣有闷 所以你看他的文章 你会觉得非常有用 非常受益 受益匪浅 而且呢 内容很接地气 非常的有趣 也是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所以呢 很值得去follow 所以我把它称作是斜杠 斜杠中年 也许是这样称 因为他同时在身兼 盖茨基金会首席代表的时候 同时又在额外的 在用作一土学校和努力社会的公众号 所以他这个用时髦的词叫 斜杠中年 但是呢 他去年又辞去了 盖茨基金会的首席代表 因为他每当这个辞去 放弃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都有跟个人自己 有深入的对话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会在后面详细地分享一下 就是他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他总是追求的是底层的逻辑 就是最终的愿景 最开始的这种自我的初心 这个是他做决定的重要的原则 我个人跟他的接触呢 我是觉得他这个有山东人的这种直爽 他非常的就是单导直入 非常的streetforward 还有呢就是说他很清和 你尽管是他有这么多的光环 他这个有算是成功的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女神 但是他跟人接触的时候呢 非常的清和 非常的谦卑 没有那些架子 不断不装 这真的是跟他的奴隶社会的这个宗旨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呢他非常高能 就是他做事情非常的有效率 非常的能够就是有powerful 做事情就是轻力轻为 而且呢就是想起来就要做 绝对不拖拉 另外呢他就特别是实干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做一土学校 做农历社会 你可以想象背后有很多的具体的事物性的繁杂的事情 但是他最后都能够克服 都能够把他做到了条条有理的 而且他可以凝聚一批人 凝聚一批就是跟他一样有理想的人 可以去做实施 他不是一个就是说是批驳社会 或者是干在旁观的立场上 进行一些critical science 他是真正的就是说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他是亲自的去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呢他还去 他这个平台吧 也给很多人 很多人做事 铺开了道路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slide 奴隶社会这个slide上面 他这个菠萝 这是我们这个领域的 生活科技领域的很有名的一个科普作家 他就可以就是 把他推到这个奴隶社会 因此他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科普作家 现在他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公益活动做得非常好 下面我讲讲伊莫的妈妈 因为我跟伊莫的妈妈也有很多的互动 从对伊莫妈妈的了解 我才知道就是说是怎么样的家庭教育 才培养出了这样成功的 在社会在职业上面能够打得开局面的 这么样一个女神性的女神的这个人物 那伊莫的妈妈呢 她自己一辈子生活呢 并不是一番胜利 她五次失业 五次转行 这个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 在多少年以前 中国那个是吃铁饭碗的情况 他居然可以辞职 这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他最开始是化工厂的总工程师 其实呢 他的起步并不见得就比别人厉害 但是他有一种很强的这种责任心 而且呢就是工作的这种 dedication非常强 工作的这个热忱非常强 所以呢他各方面进步的很快 最后做的总工的这个位置 而且呢他后来是刻苦学习德语 最后成了德国公司的中方首席代表 这个完全就是说 这是好多的机会 其实是给这些愿意努力的人 愿意有所准备的人提供的 所以他最后就是这个德国公司 后来跟他最开始 只不过是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培训 但后来就是失去联系了 他伊诺的妈妈辞职了以后 在北京的时候呢 还打过工 到最后这个德国公司找到他了 然后呢打算在中国开这个办事处 他伊诺的妈妈就成为了中方的首席代表 去办好多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情 所以整体上我是觉得 伊诺的妈妈这个人特别乐观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遇到了多大的挫折和困难 他永远是认为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克服掉 还有呢他这个人特别幽默 他说话经常是大家听了以后 风堂大笑 很接地气 跟我们这些人没有带钩 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处处闪烁着这种智慧的光明 他看事情 看问题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而且他非常的坚韧 就是他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他总是不屈不挠地去解决 去克服 这个呢也传承到他女儿的身上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伊诺曾经讲过 就是他妈妈到清华去看望他 当时他正好没有一次考试成绩 很不理想 心情很郁闷 他妈妈来了以后呢 就劝他说 管他呢 我们出去玩吧 就是他永远是把这个眼前的事情 无论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他完全是看得开 所以他们出去玩了一趟以后 心情马上就开朗起来 所以我们遇到生活之中的好多事情 不可能一番分钟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是如意的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 相信时间 经过一时间的冲刷 你最后所有的坎都会过去 而且呢他很多东西 他对事物 对所有的解决问题的看法 处处透着很多的智慧 他曾经呢被请了去 我们硅谷有一个硅谷妈妈沙龙 请了去分享 就是亲子教育的这些 他的自己的体会 当时呢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 这是当时这个硅谷妈妈沙龙的这个讲座 拍了一个照片 我呢是也在坐在前头 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主要就是提问 向这个伊诺的妈妈提问 那后来有一个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讲座 被整理成文字 发在硅谷妈妈沙龙的这个公众号上 右边是这个截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想阅读这篇文章呢 你可以去search 就是打入硅谷妈妈沙龙 然后呢有这篇文章 你可以设置 我相信你看了以后 你会受益匪浅 因为讲到很多具体的例子 非常多的小例子 就是关于就是伊诺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 现在先讲这本书是怎么出来 伊诺本来并不想写这本书 但是呢这起源于一个视频 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 人物杂志搞了一个演讲平台 邀请了十位比较有名的人去演讲 有点像美国的这个Tag Talk 伊诺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的这个演讲过去就过去 但是唯独伊诺的这个演讲呢 变成了一个轰动的事情 刷屏了就是各个平台都去转载 都去这个promote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一共18分钟 我是从头到尾看的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说 他讲的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感人 非常打动人 好几处你都会听了以后忍不住 就是热泪盈眶的那种程度 而且我发现他的风格有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平时说话吧 快人快语像竹筒道豆腐一样 语速很快 但是这个视频呢 他的语速是比较平缓的 我甚至当时就认为应该 他可能这个演讲之前是请了专家 帮他就是给他就是给了很多建议 因为他的这个语速放缓了的话 是有助于人们理解他的内容 因为他讲的太快的话 有时候跟人的思维是跟不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语速是恰到好处 我今天呢当然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全 去让重新放一点18分钟的视频 大家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这个演讲的标题就是 力量从哪里来 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名字 就是这样的 就是力量从哪里来 这个点击率是海量的点击率 现在呢我请 我请这个谁 七哥 把这个视频的前三部分放一下 这样的话你三分钟 前三分钟放一下 你可以 感觉一下就是他这个视频的 这个 这个水平 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是光 我想光 给人方向 也给人力量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力量 从哪里来 上学的时候可以说 我一直是一个学霸的人设 成绩不错 进了清华 毕业以后拿了美国的奖学金去读博士 27岁那年 我博士毕业 进入了美国的麦肯西公司 说实话当时非常兴奋 因为公司在美国很有名 而且工资很高 和很多70后一样 其实我们家里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记得当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给我妈打个电话 很俗 说妈 咱现在有钱了 以后让你过好日子 但是这份看起来非常好的工作 却让我非常紧张 我觉得是他们看走了眼 才录取了我 在美国加州的办公室 我是唯一一个外国人 没有商业背景 没有职场经验 说实话 每天都在自我否认当中 所以这份看起来 非常美好的职业的起点 与我 当时每天都要找到力量 才能去工作 力量从哪里来 其实并不知道 当时想努力走没有错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付出200%的努力 争取把每一件小事做好 干得多 睡得少 但很快意识到 这远远不够 我还要竭尽全力 看起来更像个职场精英 所以买了第一套职业套装 换了发型 学会化妆 每天戴上面具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圈内人 很多事情你其实不懂 但是你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你不懂 就这样边干边学边装 大概一年以后 有一次在一个项目上 我负责一个特别复杂的数据模型 很紧张地和领导们过完之后 我起身去上厕所 在往厕所小跑的路上 突然被我们项目上 那个以高标准 严挑剔闻名的德国领导教主 我当时心生不爽 停下脚步 回头 他对着我说 他说 伊诺 我就想告诉你 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我现在还记得 通往厕所的窄道上的那个瞬间 那一刻 突然感到了力量 这听起来也许很肤浅 但是刚刚进入磁场 不得不说 力量是从别人的认可 带来的自信而来 OK 这个视频当时效果 就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大家就觉得确实很有 很激励吧 就是说是属于那种 励志性的 效果很好 然后呢 有一家出版社 被称作是出版界的天花板 叫中信出版公司 就找到了李伊诺 他们要求李伊诺呢 就是搞成一本书 中信上南约稿 那李伊诺其实有很多文章的 他只不过就是把这些文章 整理一下 或者是串成一条红线 然后出成一本书 是很容易的 他本来也打算这样做 但是去年呢 当他整理这书的时候呢 他突然觉得不满意了 这也是他的一个 勇敢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品质 他觉得要对得起读者 我不能把以前的文章就简单的就弄到一起就完事 正好呢 他去年不是辞掉了这个盖茨基金会的这个职位 他也有一点时间 疫情状态下 他在家里头work 所以他就决定说 我要推导重来 我这本书我要重新实实 完全重新构思 所以他重启炉灶 他就想我这个书应该让读者有用 要从读者的角度要接地气 我不能就是让人觉得说 啊我这么多光鲜亮丽 这么多的这个标签标在我身上 啊你是海的学霸 你是这个高管 当然你可以做这些做那些 他觉得这个让读者是觉得就是说 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他要让读者就觉得就说 我最开始也是跟你们大家一样 我的起点也是从零开始的 也不说一下子就是高管 一下子就是学霸 那我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而这些困难是怎么一步步克服的 那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从不敢到敢 这就是他这个书的小标题 就是说我最开始也是很多事情不敢 那我怎么克服 我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跟自己对话 我从寻找资源来帮助我 最后建立信心 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一步 那我从一个一个的不敢 全部击碎了这些不敢 击破了不敢走到了敢这一步 然后很多个敢连起来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现在的人生 所以他把这个做了一条红线 是全书的红线来挖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书的利益就非常的高 而且很接地气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书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这的话 我现在这帮你